这俩车选特斯拉摩托3的 不会看琴雅R一眼 买琴雅R的更不会瞅特斯拉摩托3一眼 琴雅R的优势 就是说我只需要花10万块钱 我家满油 需要500多块钱大概啊 再充满电 满油满电 我可以行驶2000公里 做一款家用车 几乎可以使用两个月左右了 我也不用去管它了 不用加油不用充电了 如果你想温暖油 电跑没了你就去充电 那更省 就算去了虚标 也能够行驶1700公里左右 如果你出一半事 跑过高速长途 赶时间我不想充电 你也不用加油 1700公里2000公里 跑一个来回办事回家 都足够用了 而特斯拉摩托3 它是存电动车 续航五六百公里 跑没了 你就得需要去充电 还有就是特斯拉摩托3 选他这个人群的都是奔着这个车标和操控去的 它的操控绝对是一流的 在同价位里面 绝对是第一题对 可玩性极高 这个秦亚奥呢 是给不了你这个操控性的 而秦亚奥作为一款家庭用车 实用性会更好 经济实惠 但是我劝大家 一年你就行驶不超过两万多公里以上的 就不要碰这个新能源立牌车 跑得多你会省钱 跑得少意义不大 换电池有很多条件 红红红约束你 很难满足 一年跑个一万多公里 或者是不到一万公里的 你就老老车车买个汽油车得了 有很多人说 买个车一年跑不到一万多公里 你买的干啥 我告诉你一年跑不到一万公里的人大有债 你知道吗 特别是生活在三线四线城市的 他往哪一去 跑个十多分钟二十分钟到地方来 他一年根本就跑不了那么多 一年出去玩一次两次的 跑过几千公里 一年有七八千公里够的跑的了 就这种人群 你记住你就买存汽油车得了 后期更省心更稳定 知道吗 买啥呢 同价位马自达 昂克塞拉 1.5的2.0的随便 在这个价位里 他的发动机变入箱底盘是最完美的了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轩逸 卡罗拉 宝莱朗叶 那个都没法跟昂克塞拉比 无论是发动机还是变入箱 特别是变入箱 那么视频前的小伙伴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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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